塔吉特公司的闭店决定将从10月21号生效 涉及的9家门店分布于纽约州纽约市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市 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和华盛顿州西雅图市 塔吉特公司称 关闭门店时艰难决定 尽管公司已在门店投入巨资加强安保 并对商店管理层和安保团队开展相关培训 但是这几家即将关闭的门店 仍面临根本性挑战 经营难以为继 今年5月 塔吉特公司表示 偷窃行为正在侵蚀其经营底线 预计相关损失可能高达12亿美元 比去年多4亿至5亿美元 另据该公司统计 今年前5个月 塔吉特门店发生的针对员工的暴力事件 比去年同期增加120%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 受访的177家零售商 去年合计损失约1,121亿美元 其中65%的库存损失来自外部盗窃 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零售商表示 与一年前相比 实施有组织犯罪的人 在商店道向中行为更加暴力 调查中 近30%的零售商表示 被迫关闭特定店铺 45%表示需要缩短营业时间 约30%表示 需要调整或减少店内的商品种类 并且有点赞讯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转发 打赏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